科伦疾病的临床表现 科伦疾病的临床表现 主要是根据它的病位来区分的 那么我们说了科伦疾病的最常侵犯的部位 是回盲部 这是科伦疾病最常见的发生发病部位 但是科伦疾病在临床观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科伦疾病不仅仅只存在回盲部 同时还可以出现在整个消化道 比如说是我们在口腔 我们可以出现 由于科伦疾病导致口腔溃疡出现 那么在这个回盲部 我们可以集中表现为腹痛 腹泻或者是这个粘液大便当中 我们会发现有大量的浓血粘液便 其次我们在体检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腹部触及腹部的包块 是有炎症刺激增生所导致形成的包块 这是我们肠道的疾病表现 同时在我们消化道最末端就在肛门和直肠的部位 也可以出现科伦特殊的表现 比如说是在肛门局部出现肛漏 这种肛漏是一种难支性的肛漏 那么它在治疗过程当中 可能由于手术以后 长取不愈合的这种情况 同时在合并有粘液血便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考虑有没有科伦病发生的可能性 其次科伦病在肠外也有一些变现 比如说是皮肤的环形的红斑 或者是由于科伦病及活动期 出现了全身的发热 或者是身体营养不良 都可以是科伦病的临床表现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科伦病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